2022年5月25日,阿努比斯,睁开真理的眼睛,传导Rana Velasquez,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人类,我是阿努比斯,因阿拉女王的要求,我发送了一则新的通讯。 自从我上次传到你们的星球以来,地球时间已经过了9个月,行星星际联盟继续超越许多星系、宇宙和星系。 现在,超过250个文明加入了联盟,他们想和平生活,而不是参加持久的银河战争。 冲突的现实是非常真实的,对技术和灵性上繁荣感兴趣的文明要求我的女王领导行星际联盟。 它是建立在众生之间和平和协共处之上的。 你们的统治阶级仍然让人类在无尽的宇宙中存在数十亿实体的黑暗中。 他们想出了从太空制造假入侵的想法,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将失败。 银河入侵的可能性对你们的星球来说是非常真实的。 这些实体只感兴趣趣趣除每一个文明,他们完全摧毁了某些行星,甚至完全摧毁了银河系。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光的银河联邦之外,还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光的存在之间创建一个新的联盟来保护彼此。 爬虫族、猎户座、阿努纳奇、锚点和其他许多人总是在摧毁自己的星球后寻求征服新的领域。 阿斯塔司令部在无数场合拯救了你们的星球,而你们却不知不觉,我个人指挥着两个舰队,其中一个名叫RA,意思是太阳。 你们知道没有它,生命就不会存在。 包括黑暗实体在内的最新活动试图对围绕月球的斗争活动保密,他们用全息月亮掩盖了一段时间。 外星人想从太空攻击地球母亲,你们的精英要求他们去除数十亿人类。 阿斯塔司令部和我的舰队阻止了你们星球的真正入侵。 人类是时候睁开眼睛,开始看到真相了,你们需要承认你们自己是光,你们在这里拯救你们的星球。 一切都承载着神圣的流动和目的,谢谢宇宙管道,跟随真理,阿努比斯。 2022年5月25日,银河中心,进入创造的空间,传导Galaxy Girl,译者,扬声传导。 我是银河中心,你们银河系的中心,现在是金玫瑰星系。 我和这位管道一直处于零空间里,在静止中,在结合中,在和平中,在这个动荡和变化的时代,这就是我希望带来的。 以促进内心深处的平静和与我的联系,即便出现在你们的世界上,在人类的心中,但它不必如此,因为所有人都在要么发现我,要么发现我,连接到单一走向内在统一的深层内在方式,要么与混乱共舞。 人的内心混乱只是一个决定,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做决定是否走个性化和内心宁静的寂静之路,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但当人们意识到它时,他们会感觉到与万物的联系,这是一种团结的体验。 完成这项工作并能够感受到这个信息的你们是有意识的。 条条大路最终通向家,通向内心的火花,许多人不会欣赏这一点,因为你们的宗教教义已经分裂,教导变得不同,他们教导并灌输分离,因为那是游戏,在这个与源头分离的幻觉领域中的体验。 你们都是源头的碎片化火花,你们都在这里体验你们来体验的东西。 地球,盖亚,选择了它的养生体验,那些在它身上选择的人深刻的意识到并以无数的方式,在多维层面提供帮助。 他们教导并灌输分离,因为那是游戏,在这个与源头分离的幻觉领域中的体验。 你们都是源头的碎片化火花,你们都在这里体验你们来体验的东西。 我是银河中心,选择内心的混乱还是内心的平静呢? 这些永远是你们的选择,在每一刻,在盖亚的每一次体验中,这些都是你们的选择。 我是否选择了社会试图描绘真相的破碎镜子呢? 还是我向内看,看到宁静,感受我是谁的联系呢? 你们是了不起的存有,我的爱无条件地延伸给你们。 我的平安,我的存在是免费给你们的。 因为我就是我,我也是源头的一个面向,我为那些需要重新找回自我的人留有空间。 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反映了一切,就像你们以自己的方式一样。 激活代码通过这条消息流动,通过我流动,通过我的存在,我正在激活你们在某些情况下,降低频率以增加振动, 增强现在在你们世界各个层面上发生的深层内在意识和觉醒。 没有混乱,这句话本不想写,但是孩子们,这是真的。 在事物的计划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是统一的,一切都是源头的空间,爱的广阔,自由的广阔。 但是你们已经潜入地球体验的兔子洞如此之深,以至于这些震动,这些感觉几乎对你们关闭,星际种子,就灵魂已经能够在扭曲的内部协助激活它。 帮助解开,这样来自我,来自所有的光可以自由地流向你们。 我看到一个气球慢慢地装满沙子,随着重量变得沉重。 我看到气球线在被从沙子的流动中扭曲了,沙子分形感觉与流动隔绝了,但它没有被切断,它仍然是沙子,它是相连的。 我现在看到一道强烈的光维绕着所有事物,以莫充的形式移动,以爱的波浪穿过我们的银河系,并解开扭曲。 我感受到巨大的爱的波,平静的频率进入盖亚。 是的,朋友们,你们正在看到和感受到我想要描绘的东西。 我是银河中心,我现在想用零点能量激活你们,呼吸并感受与你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联系,知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这是最好的,我全身都在看到和感觉到零点,金色的零点漂浮在干亚上空。 对于准备好的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个金色的圆圈放在里面,作为激活代码,作为连接提醒这种空间感、和平、团结。 我看到金色的灵扩大到包围盖亚,孩子们,跟我一起坐,静止在这个无限创造、扩、张、和平的空间中。 我一直在这里为你们服务,我是我们冥想之旅的绝佳去处。 你们的世界需要更多的零点能量,它会平息反应,它将有助于将其他人从梦中唤醒。 当它们感觉到你们平静的存在时,它们会开始揉眼睛并唤醒它们内在的联系。 黑暗,缺乏光明的生命已经迷失了方向,它们正在被移除、回收,因为它们无法处理即将发生的事情。 更高的振动波在这里并以更高的强度进一步增加将无法与它们相匹配。 巨大的动荡、巨大的变化总是先于成长和对教训的理解。 你们不需要完全理解才能平静。 平静的心灵和心灵的宁静,静止是一种选择。 在未来的日子里,静止将是你们最大的资源、你们最大的货币、你们最大的资产。 和平的深沉寂静,一个在地球体验中找到联系并记住自己的人,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人就是今天的领导者。 你们会记住你们的礼物,你们将更多地再现到你们的更高维度频率。 你们的记忆,你们的优势和天赋将被更完整地感受到和实现。 我是银河中心,我是你们的银河中心,我一直在这里为你们服务。 孩子们,你们还记得你们所有的计划和梦想吗? 现在,回忆一下,你们可以在这里访问所有内容。 一起我,一起你们自己。 我是银河中心。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